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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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对我们的合作项目诚意不够啊 是因为我们那天真的 汪总 那就不打扰了 我们先走了 顾总 真的不再争取一下吗 有些事情不能强求 而且这位董事长 应该是个极其重视诚信的人 这次事我违约在先 不能抱怨别人 走吧 还有下次的 告辞 咱们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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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今天就不陪你去公司了啊 早点回来 拜拜 老大 人家小线人走这么远了 你这堂堂大老板 还像个木头装子一样 处在这儿傻笑 你要是再看下去 估计咱们的员工 都要知道故事 有一位微笑娘娘吗 有什么事儿 您好 我是故事集团的总裁助理 刚跟顾总来过的 我想去找一下汪总 我打电话问问 谢谢 谢谢 好 我知道了 好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王总现在不方便见客 可以麻烦您再打一次吗 我真的有很要紧的事情要找他 我可以亲自跟他说 不好意思 王总真的不方便见客 要不您下次再来 拜托了拜托了您再打一次吧 喂 好的我知道了 你里边请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王总 真的拜托您了 顾总真的不是有意毁约的 他实在是因为家里出了事情 不得已才离开的 所以求求您了 让我见董事长一面吧 董事长说话向来不会收回 没想到这次竟然为故事 破天荒违反自己的原则 您的意思是 董事长同意合作了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还是寻小姐亲自问董事长吧 好的 谢谢王总 谢谢您 请 请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董事长在听 董事长 谢谢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这次来 就是想要告诉您 顾总对姨玉元凌 有着绝对的重视 这次毁约 是因为有人不想让她签约 所以在半路绑走了她的妹妹 请您放心 我说的话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因为我也被绑走了 我在车上还给顾总打了电话 虽然我现在手机丢了 不过您可以派人去查我的通话记录 再看看顾总是什么时候走的 这一切就都清楚了 董事长 顾总真的不是对您和姨玉元凌不重视 而是因为怕我们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胁 她做这样有情有义的事情 难道是错的吗 换句话说 董事长 您难道真的愿意和一个 不顾及自己妹妹和员工生命安全 而只顾着生意的人签约吗 这样的人又真的值得相信吗 所以拜托您了 董事长 请再给顾总一次机会吧 徐助理 你这么一直弯着腰也受不了啊 别撑着了 要么先回去 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 徐助理 看来董事长有话吩咐我 你先去门外等我吧 请 王总 徐助理 成了 真的 董事长说了 你回去告诉顾总 明天重新签约 好的好的 对了 董事长还交代了 明天签约你得在 我 对 就是你 徐助理速成签约功不可没 你赶紧回去告诉顾总 这个好消息吧 好的 谢谢王总 好 谢谢您 老板 我回来了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什么礼物啊 给 最新款的 你给我买的 公司买的 你没有手机 我怎么联系你啊 谢谢老板 那 作为回礼 我也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什么 以郁元林的项目 那位神秘的董事长 同意签约了 什么 干吗这么震惊啊 作为你的助理 我也不单单只会开车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好吗 许一轩 谢谢您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说过的 只要你一直坚持下去 我就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谢谢你 谢谢你 就是单纯的爱美人 可昨天寻助理那番做菜 倒是很有骨气和魄力 我可算知道 您怎么对他恋爱有加了 作为男人 我不得不说 您可是真有福气 汪总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天在酒店呢 其实 他啊 其实是我的未婚妻 好好好 那 沐总 请 老板 你刚刚说的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 不那么说 那天在酒店的场景 怎么解释啊 难道让他误会 我们有不正当关系 我这么说 可是为了你的清白着想 那你这样说 我不就更没有清白了吗 怎么 你还不乐意 我的清白不也没有了吗 不用害羞 年轻人嘛 我懂 行了 董事长就在上面 他想在千元之前 单独见你们 我暂时就不进去了 二位 请 董事长 您好 我们顾总到了 白斌 怎么是你 顾总 您好 上次一别 我真心地祝你能顺利地拿下 隐喻园林的项目 恭喜你 如愿以偿了 顾总请坐 白斌 不 白董事长 您之前是来体验生活的吗 雨萱 我们还是朋友 你像往常一样 叫我白斌吧 顾总不用多虑 我没有什么阴谋 也没有窃取公司的机密 更不会做出什么 危害公司集团的事情 毕竟我是一个正经的商人 唐彤董事长 何必去遵降贵做我的助理 只是因为一些个人私事 与顾市集团绝对无关 白斌 你怎么不早说是你 昨天吓得我腿都软了 这不会是你给我们的考验吧 算是吧 我只是没有想到 唐彤顾总 会派你这个小助理 来帮她终于最后的机会 不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昨天是自己要来的 顾总这个人呢 你也知道 他绝对不会自己多解释半句的 哪怕不是他的错 他都不会多说一句话 而且我作为他的助理 又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是自然要替他解释清楚的 这样说 我错怪顾总了 向你道歉 白总不必如此 是我毁约在先 怨不得别人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那这个签约 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当然 雨萱 你先等我一下 我有事跟白总商量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个满意答复的话 我是不会签约的 顾总不必那么激动 我只是希望雨萱开心吧 不过 请你不要拒绝签约 要是雨萱知道 她一番努力白费的话 应该会很伤心难过吧 我想你和我 都不想看到她伤心难过的样子 你说呢 郭总 郭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老板 咱们都签约成功了 你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呀 有吗 没有啊 别担心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要不然咱们晚上去庆祝庆祝 直接海鲜大餐 我将让慧心怎么样 我看庆祝是次要 主要是想让我去买单吧 知我者老板也 不过反正你都说了要给我报销的嘛 不如现吃现报吧 好吗 行吧 谢谢老板 请老板 什么 你说白冰是遗愿力的幕后老板 吃惊吧 我当时的表情跟你一样 呼 顾艳成嘛 是故事集团的CEO 背靠百年 不 得是千年历史的雕刻师家 自己又有一身雕刻本事 随便雕刻一个小东西 都价值上百万 关键是吧 这颜值 一个字 帅 白冰嘛 疑郁云林背后的大老板 听说市中心新开的商场 还有一个新开的别墅区楼盘 都是他投资的 身价 也是不菲 而且他这颜值 也不比顾艳成差 关键是 他现在都亮明身份了 还帮你这么大忙 摆明就是对你有所图谋啊 喂 你可别乱说啊 我跟白冰呢就是普通朋友 没有别的关系 懂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认定顾艳成了呗 快点闭上你这张八卦的嘴 这罐啊还挺好吃的 来来来 今天一定要敞开肚子吃 把美味三百八十块的量吃回来 嗯 嗯 都让我请你吃饭了 就在这种地方啊 老板 拜托你从天上下来接接地气好不好 感受一下我们平民的消费水平 三百八十块 那都给我买一周的菜了 只有在这种地方 我跟慧欣才好意思敞开肚子吃啊 你说是吧 嗯 行了 吃吧 那我开动啦 嗯 能拿看五百八八虎 给了的话 因为你们都是真是一肢留很当然仇浅的 我是真的有那肚子吃了 都没有一肚子吃一点 要 وال 可以和平民啊 incluso那边 不吃虾呀 我们拿了这么多虾 你不吃虾的话 我们根本吃不完的 不过虾太麻烦了 给你 他已经掩饰不住 对我的喜欢了吗 有人在场 也不管不顾了 老板 你盯着这个虾看这么久 我都不敢把它 放到你盘子里了 你放心吧 我剥得很干净的 你好好吃吧 挺干净的 听说你没见你 这么贤惠过 我也嫌麻烦 你也给我剥一支杯 好啊 好 今天是老板请客买了 所以一定要把老板喂饱的 今天这顿饭 要是你买单的话 别说这只虾了 这一盘虾 我全都给你剥了 看来下周回去 我得跟寻叔叔 好好够你的状了 你敢 对对对 你们回哪儿 下周不是小长假吗 我跟慧欣准备回我爸那块几天 顺便陪陪他 那 那你带我一起回去吧 你说什么 他说让你带他一起回去 你们这快速啊 都要见家长了 公司正好放假 我也去散散心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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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行 上次我跟你绯闻那个事 我爸他 反正现在不行 现在绝对不行 我来吧 来 不行啊 你先重 好了 这臭小子怎么还没来 你们顾总竟然没跟着 我还在猜他会不会来呢 他呀 你可别提了 他都磨叽我好几天了 全让我拒绝了 真的不能带我去吗 真的不行 真的不能带我一起回去吗 不能 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能带你回家 老板 你就好好工作吧 你 不许再问了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真的不能带你去 谁说我要问这个的 早点回来 知道吗 他不懂 老荀最近还在因为我们之前 绯闻的事情耿耿于怀 你说他现在去不是撞枪口什么了 也是 来了 来了 不好意思 让他太多了 你可终于来了 你这样以后上班怎么办呀 叫你管 对了 你实习那事怎么说了 已经面试过了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通知 那你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你这都已经回来了 到时候老荀知道 又要骂你心里没他了 噓 我这次回来都没跟老荀说 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说漏嘴了 行吧 行吧 那你这两天好好帮我们看店啊 来吧 老弟 给 好好看店啊 回来咱们接俩好好谢谢你 记得把门锁好啊 记得给我加班费就行 臭小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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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本集合 都 ient 稿 mer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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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宣不是跟你住在一块吗 他回他爸爸那儿了 哦 什么 你这是要去见家长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进入私春期了呀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啊 我这是为了雕刻 他不在 我没办法工作 好 您是为了雕刻 既纯洁又正经行了吧 快闭嘴吧你 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来 来了 来了 怎么又不带钥匙 白斌 你怎么来了 我在这边投资杜亚区正好有工作 听慧心说 你过来陪叔叔 我正好过来拜访一下 先进吧 先进吧 鞋子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工作这么忙还来拜访 挺不好意思的 我爸他应该去早市了 你随便坐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随便坐 随便坐 别开始 好 白斌们 我开一下门 应该是我爸回来了 好 怎么是你 你不是也来了吗 怎么了 不是我爸 你怎么来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进来吧 先进来吧 我们采缝 这艳成的雕刻需要灵感嘛 我送别的雕刻是哪行啊 我就在他出去随便这儿呢 我们就是顺便过来看看 既然你家已经有客人了 也不多我们两个吧 不行不行 你赶紧走 你不能在 你 你带他走 走 为什么他能我不能 你还不明白吗 你在我爸心里是有案底的 万一等会儿老熊回来 看见你怎么办 走 走 我不 我就不 为什么他可以在 我就不能 你不能在这儿 来 爸 爸 你们怎么来了 那白银怎么来了 他见我朋友圈发了个雨萱回家照片 一旦就问我 我就告诉他了 没想到他真的来了 谁知道你们也来凑热闹 我 现在可怎么办啊 是啊 老大可怎么办啊 老大可怎么办哪 雨萱 爸 爸 您也不介绍介绍两位客人 这位呢 是故事集团的总裁 顾雁诚先生 你就是白银啊 你就是白银啊 会心说过你 你啊 给他们花店帮了大忙了是不是 谢谢你啊 叔叔不用谢我 小事而已 这你们年前人就不懂了 小事知人品细节见人心嘛 好 你啊 你啊 胡老板 我也知道你啊 我们小门小户家出来的闺女 能上花边新闻 那是托你的福啊 叔叔 这是个误会 那误会什么呀 误会我们家女儿是你的新欢呢 还是你对我女儿动手动脚这件事 爸 这事情都过去多久了 当时顾总只是扶了我一下 是媒体乱写的 而且我现在是他的助理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成亲了 这能成亲吗 我现在出去和老哥们喝酒 都在问我呢 你们家女婿什么时候 和这个富豪女婿上门啊 老脸都丢尽了呀 你干嘛 你别乱说了 你当初不是也生气吗 怎么现在替他说话呀 我现在是他的助理 助理你懂吗 他是我老板 你给他点面子好不好 来这儿都是客 你好好招待一下嘛 你什么时候在他手底下干活的呀 很久了 好 我知道了 我尽力 不是尽力 是一定要 要不然今天中午 不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这什么话 就一盘红烧鱼 红烧鱼啊 我知道了 那 郭总啊 刚才那话严重了啊 向你表示道歉 我会 叔叔 那 既然两位贵客来了 那中午一起吃饭吧 好呀 那你们就先聊一会儿 我跟卉鲜去做饭 卉鲜 卉鲜出来帮忙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少姐 你要不也留在这陪他们聊会天吧 我 我觉得咱俩刚才特别有共同话题 我手艺特别好 要不然我给你俩打个下手 走 行吧 那走吧 行 那你们先聊着啊 好好聊 爸 你跟着好好聊啊 顾老板 你怎么不坐啊 好 好 叔叔 我看您刚才被这钓杆带回来 您喜欢钓鱼吧 我也喜欢 真没想到啊 外边啊 你怎么这兴趣还好跟我这老头子一样了 我也喜欢钓鱼 我告诉你啊 我兴趣还好可广泛了 你们两个既然来了 那我一定得显摆显摆 走走走 好 好 白兵啊 随便看 我呢 钓鱼 象棋 现在有空啊 也去七百市 摸两把 最近啊 觉得这国画挺好 你看 买了文房四宝 学过画呢 那还真是巧了 这些我还都会 大概我的心理年龄啊 是个老头子吧 这好 这好 那个 顾老板 你什么兴趣啊 雕刻 要不是你本职工作吗 我说的是业员啊 收藏 高尔夫 潜水 都是老花钱的呀 白兵啊 你心老 我人老 看来啊 还是我们俩好做朋友啊 那可收好了 叔叔 我以后常来陪您 钓鱼下棋打牌 你可必须我爱演啊 那好啊 我最近啊 正在练齐白石那个虾 画一个给你看看啊 好啊 我觉得笔触可以再清一些 挺懂行的啊 嗯 这再来一个 是吧 对 哇 你真是懂了啊 可以再画些水草之类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 没劲 还以为会吓你一跳呢 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 没跟他们去聊天啊 叔叔喜欢的东西 我都不会 那有什么的 他喜欢的很多东西 我也不会啊 你不会是因为这个 在生闷气吧 我没有生气 我只是怕叔叔 会更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就喜欢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没说什么 你没听见就算了 好话不说二遍 你快洗手吧 准备吃饭了 来来来 动筷子动筷子啊 哎呦尝尝尝尝 哎 今天这么多人陪我老头子吃饭 咱得喝两杯啊 是吧 白宾 啊 嘿嘿 不行 他们还要开车回去呢 不能喝酒 喝醉了就住这儿嘛 哪有那么多房间要他们住啊 反正不许喝 你也不许喝 行行行 吃菜吃菜吃饭啊 对了 我才想起来 我本来只是想邀请大家 去附近我头子的多家去玩的 那里面朝大海 风景很好 最近正好是适应你们期间 人不多 关键是 那还有我珍藏鸡的红酒 住手要不先忍忍 晚上咱们再喝个一醉放休 直接住过去就好了 珍藏的呀 那好啊 可今天也不能忍 继续一醉放休 你别管啊 我去拿这个 嗯 顾总不是喜欢潜水吗 度假区正好也有潜水的项目 顾总来不过试试 正好提些建议 好啊 毕竟 我也投资了很多项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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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没带 什么没带 有衣呀 都要去潜水了 放心 不下去有卖的 重新买就好了 雨萱 咱们试试比基尼怎么样啊 我不穿 就您这身材 穿着比基尼 也没什么看头 是啊 您这位花花公子 见多识广 哪能入您的法眼 不过啊 可您也别瞧不起人 最好今天下午啊 都蒙着眼 别让我给你晒瞎了 哎 哎 哎 会心啊 什么神奇啊 当然是叔叔的好酒啊 哎 你这小子师父啊 你看看 看看 纯凉原浆酒 哎 哎 那就先给你满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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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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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叔叔 哎哎 那 自个儿到 少喝一点 来来来来 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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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吃菜啊 嗯 嗯 哇 这款式还挺多 哎 雨萱 嗯 你觉得哪件好看呀 我觉得 都还可以 你喜欢哪件啊 嗯 嗯 嗯 这件怎么样 这件啊 好看是好看 但是不是有点 太暴露了 这好 身材 能不能藏着掖着呢 哎呀 我觉得 不太适合我 行 那我就选这件了 好 那我先去试试 好 快点啊 嗯 等你 嗯 你不太适合我 你不太适合我 你们会听过 你不太适合你 在我上楼上山 我 就不太适合我 你不太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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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不是 我来那么来 你不太适合我 我是不是有点太保守了 这件好像也还可以吗 这个不适合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光》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